花蓮封閉的晉浦國校 新學期只有一名學生報到 全校學生加起來剛好20人 新學期的開始 校方安排學長姐陪新生唱跳 化解尷尬 歡迎趙士忻 全校12位教職員和19位學長姐 在穿堂一致排開 開心的唱歌跳舞 歡迎剛入學的小姨新生 總小弟弟 總小弟弟原本很害羞 但沒多久就融入大家 跟大家一起開心的唱唱跳跳 就是老師可能也要 變成他的夥伴這樣子 因為他一個人一直 就是一直 他一個人練習可能會覺得很 就是比較無敵 對 然後所以可能 老師也要變成他的 像那個一起學習的人 老師也要變同學 對 就是讓他不要有孤單的感覺 他的同學是老師 也不錯啦 像母語教學就會 母語教學的話 就是大家一起上課 比較不會孤單 沒有 有老師的陪伴之下 可能蠻好的 天鄉學校的學生人數特別少 每班學生緊隔位數 對孩子在學習團體生活 多少有影響 以晉浦國小來說 全校19個人 每個班都不超過5人 小姨新生 中小弟弟 開學第一堂國語課 老師一對一教學 還替他翻課本 老師也第一次帶一人班 因為沒有其他人 老師也扮演著孩子的學習夥伴 朋友的角色 記者華連鋒冰總和報導